全世界都在聚焦的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 也就是二十大 已经在这个星期天登场了 虽然是个橡皮图章盖一盖搭 叫你拍手就拍的会议 但还是要一路进行到22号 本来以为呢 这个四通桥事件已经是本届二十大番外片中 最惊天动地的了 没想到在英国竟然还传出 香港示威者被中国领事人员暴打的消息 BBC就拍到 英国时间礼拜天下午 一群香港人在中国驻曼车斯特总领事馆外面抗议 这是外面哦 管外就放着天灭中共的标语 还有呢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漫画 原本是个和平示威 但没多久 领事馆里的人突然就走出来破坏标语 示威者上前阻止双方爆发拉扯 英国警察立刻上前阻止 但有一名男子就被领事馆的人拖进去 一阵拳打脚踢 持续了大约20秒才放人 许多欧美网友不敢置信 留言说等着看英国政府怎么讨公道 中国网友则是大酸 背后的故事令人暖心 不只在别人家的地盘照样凶悍 这次二十大也有外媒注意到 针对台湾议题 习近平虽然立场不变 但语气更加尖锐了 习近平在会议上到底讲了些什么 国际媒体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大家好我是范奇北 欢迎收看范奇北的today看世界 我们直接迁入大家最关心的两岸议题 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习近平口头报告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一国两制或是九二共识 等一个中国的主张 不过在之后发给全体与会议代表的完整版书面报告当中 还是有写进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二共识等内容 这575个字涉及台湾的章节里面 还提到反分裂反干涉反台独两岸血浓于水 这些都是大家听到耳朵长点的东西 那重点来了啊 习近平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无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不过他说呢 这个是针对所谓的外部势力干涉 就是在讲美国啦 那以及极少数的台独分裂分子 他强调不是针对所有的台湾人 针对这番涉台言论外媒有几个讨论方向 第一台湾议题更加的急迫 纽约时报就认为在台湾议题上 习近平的谈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但在语气上更加尖锐了 他警告全世界中国只有中国 可以决定什么时候 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统一 报导就分析 比起五年前的十九大 习近平这回更早提到台湾 表示台湾越来越重要 习近平在台湾议题上宣布了坚定的立场 这番谈话获得全场最长的掌声之一 这应该也是say好了吧 对外部势力的关注 表明中国更加意识到 台湾已经成为美国 以及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优先事项 彭博社则是注意到 习近平这一回的对台言论 跟五年前有些细微的差别 比如说没有承诺 要尊重台湾人 现行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 这句话其实是习近平上任后 第二年就挂在嘴边的 201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致辞中也曾经提到过 但这次不见了 虽然一大堆外媒都认为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 不过也有很多专家不这么想 《南花早报》引述了一位澳洲学者 陈杰的说法 习近平的言论显示北京在台湾议题上 仍然相当的克制 他原本以为习近平会把 统一台湾跟2035年的远景目标 或是2049年中共建国百年 这几个里程碑连在一起 结果并没有 陈杰认为 目前没有军事风险增加了迹象 《金融时报》则引述 淡江大学教授赵春山的说法 中共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统一是重要 但复兴更重要 如果统一影响了复兴 就不能做 第二 呛美国少管闲事 不少外媒都注意到外部势力这句话 虽然没有明指美国 但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讲美国啦 英国的《金融时报》提到 美金警告美国不要支持台湾 指责外部势力正在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 并且暗示如果北京觉得 有必要要攻打台湾 那恐怕是美国的错 在北京的看法 不管是对台军售 或是拜登说美国会介入保护台湾 都是试图改变台海现状 习近平的谈话反映出中共当局的焦虑 以前北京只是喊口号做政治铺陈 但现在跟越来越强烈的军事演习相结合 就引发了外界怀疑 习近平打算以武力夺取台湾 微报也认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隐窥的攻击 微报提到习近平对香港的压制 还警告台湾历史的车轮正在转向 显示北京控制台湾民主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文章中也提到 许多台湾人认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尽管习近平向广大的台湾同胞喊话 并且指责少数煽动者跟外国干预者 但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反对统一 德国之声则提到 习近平强调了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 称赞中共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 明确反对一切霸权主义跟强权政治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分析 强调多边主义就代表中国会继续挑战美国跟美国竞争 而且是要透过国际机构 尤其是联合国的机构 来对抗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影响力 第三 武统台湾的时间点 日本独卖新闻说 外界猜测习近平可能会在他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内 也就是2027年前 把台湾跟中国同一起来 由于习近平政府被认为缺乏历史成就 加上2027年刚好就碰上了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 可能会选在那个时候采取行动 但也有分析指出 台湾2024年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加台独的政府 同年的美国也可能是对中国强硬的共和党会胜选 因此快的话中国2024年底就可能入侵台湾 路透社则认为中国还没有拿出官员所说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 但习近平在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一年就已经表示 台湾物体不能永远悬在那里 因此就在今天早上微博上就出现了一个热门话题 叫做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在20大期间特别把这个时间点提出来 也让很多人猜测是不是在说最晚2035年 中共会在台湾发动攻击 除了两岸议题 国际媒体也归纳出习近平谈话的几个重点 CNN就指出大家都注意到习近平在这两小时谈话当中 暂停了好几次清他的喉咙喝茶润喉 这让外界有点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该不会是Long Covid吧 不过对于中国国内的防疫政策 习近平倒是说的非常的清楚 他说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不过中国坚持清零经济不是大受影响吗 习近平也说了 就是B要学会适应增长放缓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关键 虽然这个口号很漂亮 但很明显听起来就是 已经从过去的高速发展 动不动喊保七保八 变成现在的重值补重量 那现在重视什么呢 C强调安全 外交交易分析说 与经济增长相比 习近平现在对于安全跟稳定更感兴趣 经济改革创新开放等词汇 实力量已经大幅下滑 安全跟斗争则频繁出现 德国曾经点出 习近平重申加快军事理论 军队组织 军事人员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纽十字指出光是国家安全四个字 这一次就出现了26次 胡锦涛当年才讲了4次 这就代表习近平把非常多的精力 集中在压制他认为 会对中国跟中共统治的危险上 另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新闻 是二十大一边如火如荼的进行 中共却宣布原本在今天要公布的 许多重大经济数据呢 无预警的推迟了 原因呢 没讲 很多人就有推论 可能是公布以后更影响信心 所以干脆不公布了 大家以后要习惯啦 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做法会越来越多 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觉得 A 中国经济差就没有能力打台湾 还是 B 中国经济差 为了转移国内的目标更容易打台湾 今天特别感谢任瑞婷的协助宣稿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各种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t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te Today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奇梅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神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年见